是這個全程手工 所以我在 我真的有可能會買到 是不是昨天才做好的冰淇淋 我覺得這很難想像 大家怎麼有辦法想像說 我可以買到新鮮的冰淇淋 真的 因為有時候 像我們 因為有時候團購單 很難講說我今天 哪一個口味要出的特別多 或怎麼樣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設定 也沒辦法去預期 所以今天可能看到這個單 哇 這可能五種口味 其中有一種我可能貨不夠 或是兩種口口 就要趕快加開班 對 趕快做 加緊做 加緊做 但是今天做的東西呢 又不能今天出 因為剛做好的冰淇淋 它其實不是這麼的硬 它是 那還是要經過一段時間去冷凍 對對對 那剛做出來 我們就要趕快裝筒 也是手工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全部都是 不管是前置作業跟後面的 全部都是手工 然後磨筒之後呢 要趕快就是到 零下18度這樣的冷凍櫃裡面 然後極速冷凍過後 隔天 最快隔天才能出貨 才能夠出貨 對對對 所以其實現在現場 我們剛剛在這個畫面上面看到 這就是讓那個 Tracy卡目前最頭痛的一個 妝天的部分對不對 因為全程要手工啦 所以真的是很耗食又耗工 而且現場我們可以看到的很特別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冰淇淋的原料 真的是新鮮的這個食材來做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畫面 最左邊可以看到的這個芋頭 是用哪裡的芋頭 我們這個是大甲芋頭 所以也有跟台灣當地的食材來做結合 我所有的食材都是跟產地這邊做合作 因為你一定要所有的食材 在最源頭的地方 你才能夠真正的掌握 對消費者來講才是最有品質保障的 所以我現在任何所有裡面 只要用到料的部分的話 所有的食材都是直接 產地 直接產地 對 甚至像我的北海道的鮮奶也是 直接請進口商幫我 訂 酸成訂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芋頭 就是用大甲芋頭嗎 然後再來看到芋果用哪裡的芋頭 這個台灣的特產 很多外國人來也喜歡吃愛文芋果 愛文芋果特別香 對 雖然芋果種類很多 但是它的香氣跟它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它那個就是有濃很濃縮的滋味在裡面 對啊 而且因為我們都是牛奶當底 要能夠把這個 這個香味跳出來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愛文芋果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選擇 愛文芋果之後呢 再來我們看到的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這個 大概也是我們的特色 橙香 一般外面大家比較少看到這樣的一個口味 是柳橙加百香果 新鮮的水果 哇 對 所以是混搭啊 對啊 是混搭 因為歐式很多做法不像台灣 台灣的可能吉仔冰就是百香果 就是百香果 百香果單一口味 對對對 鳳梨就鳳梨單一口味 但是歐洲來講的話 其實它有混搭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我是用那樣的做法 然後選擇台灣的食材來做 那酸酸甜甜的這個很多 這個我第一天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滿有缺貨了 所以口味是非常受歡迎 我相信女性朋友應該會很喜歡這樣 而且這全部都是水果喔 是很自然很健康的口感 然後吃到後來你會覺得它是清爽 不是膩的口感 因為它的甜度來講不是這麼的高 那有水果然後微微的甜微微的酸 其實真的很爽口 對 其實前面這三樣口味我們看到的是 已經比較簡單嘛 在找尋食材的過程 或者要找最新鮮然後產地的部分呢 其實就沒有這個太多的疑慮 但是接下來要看到的就不一定囉 因為蜂蜜沒有辦法自己做 咖啡沒有辦法自己做 牛奶沒有辦法自己做 所以你在找這些食材的時候 你也要去達到你符合你這個創業的宗旨 就是我不要添加那些人工的東西在裡面 對 沒錯 而且說實在食材就算純天然 它有分好的跟普通的跟這個 這個它的等級其實分很多 那像這個蜂蜜來講的話 大家也很少吃到蜂蜜口味的冰淇淋 對 那蜂蜜來講 可以 它的整個 蜂蜜的等級很難分耶 差非常的多 而且它純蜜 所以純蜜有的20%而已 有的30% 有的80% 有的幾% 然後甚至說今天我是要擺香 擺花蜜還是龍眼蜜還是等等 其實它的選擇是非常的多 那為了我要找到一個 可以做出好吃冰淇淋的一個這個樣子 我會找到山裡面的一個洋風場去 你直接就是去找到農家去的嗎 因為到處找 因為這個蜂蜜其實很好玩 你用紋的也可以分辨它的好或壞 用看的 用秤的 甚至用泡的都可以 就是好的跟不好的 其實在你的這個 如果你認識食材的狀況下 你很容易去辨別 對 對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符合 我覺得心目中覺得它是No.1的 我真的是找到山裡面去 然後就是跟它就是訂合約 甚至它的一些檢驗報告 我通通都要都要有 而且我要確認這些檢驗報告 以後我才開始 真的有龜毛的 我現在真的可以體會到那個龜毛的程度 然後另外咖啡也是不簡單喔 我不要想說咖啡或是咖啡豆買來而已 咖啡豆哪裡找的 我們這咖啡豆是那個阿拉比卡豆 進口的嗎 直接從國外這樣去找 而且它進來以後呢 因為我覺得咖啡有一點炭燒味 吃起來那種感覺才會好 所以我們有去炭燒過後 然後烘焙炭燒過後 然後現濾出來 然後濾出來以後馬上下料 對對對 那這個才是最 就是說能夠保留它咖啡最香最濃 最純的那種口感 對對對 接下來要來看到的是牛奶也不簡單 牛奶哪裡來的 牛奶北海道 北海道進口的嗎 對 而且我是一個月請他們 就是直接跟他們訂貨訂一次 對 訂一次 直接送到我店裡來 對 店裡來這樣子 我覺得我最想要吃的是 北海道牛奶的這一個部分 對 因為他們的養殖方式跟他們不一樣 因為它緯度高 那牛脂本身它的乳脂出來也不一樣 對 而且只能看到就是像雪般潤滑的感覺 對 蛙的感覺 對 蛙的感覺 好 來吃吃看 很香對不對 這是有加鮮奶油嗎 沒有 有嗎 淡淡的鮮奶油 可是好濃喔 可是好濃喔 對 它就是它 其實你現在吃的等於是原味 好濃喔 好像在喝那個 比那個 裡面一滴水都沒有 比那個 就是 賀大帥哥廣告的那個 牌子的還要更香濃的感覺 對啊 但是一定要像這樣子的牛奶 它才有辦法做出這樣的口感 因為這個就是吃原味的東西 對 那我希望吃的又是健康 因為我又不放香料 也不放所謂的一般用的什麼奶粉 那些都不用 那你一定是選的要選的好 你後面在這樣製作過程中間 自然呈現它原來的風貌的一個食材 所以我一定選 一定要用這種的就對了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其實前面 克服了很多這些關卡 然後呢 在這個食材的方面也講究 堅持做出來這樣子一個 你覺得是滿意的成品產品之後 我覺得冰淇淋還有一個要克服的地方 是季節 季節性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未來喔 你希望說 在這個品牌經營的規劃下面喔 即將要進入的是冬季嘛 比較有兩個細節 怎麼辦呢 怎麼去克服這個季節性的問題呢 季節性來講 當然以台灣人的習慣來講的話 冬天的使用冰淇淋的次數 跟用量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事實上我們以新陳代謝來講 冬天是更適合吃冰淇淋 所以你會看到南極北極這樣子 如果有人居住在那種高冷的地方 或是北歐這樣的地方 其實他那邊的人 越冷越愛吃冰淇淋 因為他本身需要熱量 對那這樣子好吃的東西 然後吃了以後 可以又自然可以代謝熱量的話 對那個就不會囤積在體內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目前這一塊是你還不擔心的地方 我覺得還OK 另外就是其實我可以趁這個 如果有空檔的時候趁這個機會 這個時間我再去多研習更多的東西 為你明年做準備 所以我覺得OK的 對那就為明年希望讓大家吃到更多口味 更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OK OK 所以呢其實我們今天看到一個是非常特別的元素 德式冰淇淋過去沒有吃過 而且標榜是這種純天然 沒有負擔 沒有這些人工的添加劑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這個食物的愛好者 或是饕渴的話呢 不妨來品嘗一下這樣子特別的滋味囉 今天謝謝Jessica來到現場 謝謝謝謝瑋瑜 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